这是我在两会之后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 我要感谢多年来记者朋友们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关注 今年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年 但也可能是最有希望的一年 人民需要政府的冷静 果敢和诚信 政府需要人民的信任支持和帮助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蔓延发展 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我将在最后一点 首执而不废 处意而不回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谢谢 谢谢大家